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做法是怎么 它有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完全避开米饭面食 就是说淀粉类的都不吃 水果也很少 我几乎可以几乎不吃水果的 那蔬菜吃不吃 吃 但是就是吃那个高纤维的蔬菜 例如空心菜 高粒菜 花椰菜 那主要的饮食是什么 就是肉类 比如说蛋豆鱼肉奶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吃 那油脂不限 但尽量鼓励大家 像我们以前讲的橄榄油单元不饱和脂肪才多一点 饱和脂肪少一点 这样听懂吗 利用这个原理 让身体完全没有糖分以后 去燃烧身上的脂肪 所以尿中就会出现 那个叫keton body 就是酮体 那这个酮出现以后 它就是表示你脂肪有燃烧 藉由这样的方式 大概进行两周之后 你可以燃烧掉你的体重的10% 听懂吗 那10%的体重一旦减少了 其实对于一个慢性病的预防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就已经达到效果了 所以阿进饮食在第二阶段维持期 继续减重期 它都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么严格 完全不吃米饭面食 到两个礼拜以后 第三周开始 它就可以慢慢吃一点米饭面食 可是要监控什么 监控尿里面的酮体 如果尿里面的酮 还有 代表怎么样 还有继续燃烧脂肪 听懂这一次 所以大概一个月过了以后 它就不再这么严格了 它就开始用你的体重来做监控 这个时候体重如果不增加 你就可以正常饮食 慢慢的回复到 有糖分 有蛋白质 有脂肪 这样哦 听懂这一次吗 所以很多人污蔑阿进饮食 认为说 这个高蛋白阿进饮食会害人肾脏受损什么 其实不然 其实阿进饮食只有在前一个阶段 两个星期之内 才是完全的高蛋白 生酮饮食 所以今天回答这位小伙伴的这个问题就是 生酮饮食可以减肥 可是呢 你要按照它的这个计划 按部就班的进行 它就不会有健康上的疑虑了 加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邱振宏 邱医师福利的时间到了哦 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多用 回复 轻卡厨房四个字 我就会告诉你 越吃越瘦的独家秘方 还等什么 赶快关注吧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